想說紀錄一下 因為還蠻多朋友都在問我說 我來澳洲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我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以及薪水方面的話大概又是多少 那在澳洲的最低基本工資 現在好像調漲到25點多 稅後大概21塊左右 那早班的話就是沒有加成 那中班的話加成是15% 晚班的話加成是30% 中班的話一週 時速大概38個小時 那一週的錢算下來的話大概是 900多 不到1900多 那如果你是上晚班的話 你的薪水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加成30% 所以你的薪水一週有一千 出一千零多 我覺得算以澳洲這邊打工度假的工作性質來說算輕鬆 然後錢又算多 但是身體會比較累一點 就是晚班嘛 日夜點倒 我比較喜歡中班的這個時間 上面的管理 因為我比較我平常也是晚睡的人 所以對我來說沒差 然後我也喜歡睡到很晚快中午 OK那說了這麼多我現在也差不多要去換衣服 準備出門現在是2點11分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上樓去換個衣服 等等就要出門 那我們就 兩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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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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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7點46分 休息到8點05分 出來透透氣 順便跟你們講講話 你們一定覺得為什麼已經7點46分 為什麼天還這麼亮 沒錯澳洲現在是夏令時間 跟台灣時差差3個小時 大概9點天才會完全全黑 給你們看一下澳洲的天空 超美的 曝光 有在澳洲裡抽煙啊 超臭的 還不是啊 偷跑出來讓你們看一下 現在已經9點06分了 這個天空 這個夕陽 現在10點59分 要下班了 很開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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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班 因為我是中班 所以 等下晚班人會來接 但是通常他們都不會準 所以就會放空 然後等下這邊就會爆掉 OK59分差不多 可以 準備下了 走吧 下班囉 下班回家 下班回家